9月13日晚 马州Western Church Hill高中剧场 洋溢着浓郁的中华风情 由中国桥连主办的 亲情中华大型文艺演出 在此热烈登场 中国驻美使馆阮平总领事协夫人 出席了当晚的演出 阮平表示 今年正值中美建交35周年 亲情中华代表团此次赴美演出 不仅为海外的华人带来了问候 同时也向美国社会 展示了中华民族绚丽的文化 为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今年适逢中美建交35周年 中华亲情代表团 在美国将展开一系列的演出活动 不仅为侨胞带去问候 而且为美国社会 展示中国的绚烂的文化 也为中美文化交流 积极做出贡献 让我们祝愿他们演出顺利 今年也是中美建交35周年 在这大喜的日子里 我代表中国桥连 代表中国桥连主席林金 向大家表示诚挚的祝福 祝大家节日愉快 中国桥连文化交流部副部长 邢彦庄代表中国桥连 向华府的观众致以热烈的问候 并感谢中国驻美使馆 华盛顿的各大桥社 以及所有的观众 对亲情中华代表团一行的支持和关注 邢彦庄副部长和阮平总领事 向华府社团颁发 传承中华文化 架设友谊桥梁的锦旗 以表彰他们为中美文化交流 和增进友谊做出的贡献 承办此次演出的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 是在原中国东方歌舞团的基础上 组建的国有大型文化企业集团 是中国最富盛名的 国家级表演团体 此次共有30多位演员来访 阵容庞大 其中包括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郑勇 二虎演奏家周围 女高音歌唱家郭荣 男高音歌唱家张明媛 青年舞蹈家张思蕊 杂技表演艺术家袁飞和孟婉清 青年歌唱家谢依梅 青年川剧表演艺术家胡雪林 青年歌唱家希尔艾丽 青年舞蹈家彭措索南 青年杂技演员管立尹等 当晚的演出高潮迭起 观众们情绪热情高涨 掌声不断 演出结束后 阮评总领事登台和演职人员 一一握手并拍照领练 看华府新闻小华府大事 华府华语记者 在亲情中华演出现场 为您报道 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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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闻的内容